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新經濟股再度發威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反彈了128點,收報26595點 成交不算多,只有672億 港股本周,可以說是跌著來收 到星期五,略有反彈 但整體大市,基本上都是牛皮偏遠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恆子陰陽足圖,出現十字星的走勢 就是一個牛皮代變的形態 星期三、四,連續兩天都是跌了 跌下來之後,今日略有反彈 回補部分裂口又補不完 即是星期四下跌裂口,又補不完 稍微彈一點點 最主要是昨晚有個消息 中方邀請美方的代表去北京 再繼續談貿易談判 但是至今,美國又沒有太大的表示 沒有一個回應,說去還是不去 究竟是怎樣 於是乎市場,當這個好消息一半 雙方仍有得談的 視為好消息,反彈一點點 但是又不能作為一個重大好消息 因為美方又沒有答應,說要去 所以現在仍然作出一個 應該說是壞的打算 就是很可能趕不及 在12月15日 美國要加中國新一輪關稅之前 達成了貿易協議 甚至乎路透那些曾經報道過 就是說今年之內都可能達不到 因為現在只剩下一個月鬆一點的時間 你知道美國就來感恩節之後 聖誕節那些 基本上去新年那些是放假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現在在11月底12月初 雙方談不完的話 今年之內就很難有足夠的時間 達成協議的了 所以可能隨時12月15日 就要加這個關稅 今天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出席這個創新經濟論壇 就說其實他還是想達成協議的 不過如果就是 美方如果對他又會反擊 那些這樣的言論 其實這個是一個 其實都說了給大家聽 很多次類似這樣的言論 就是中方都是想和比方達成協議的 但是如果你太過分的話就會反擊 其實雙方現在的態度上都似乎還是想達成協議的 不過也都是如果壓迫得太過緊要 就寧願沒有協議的 美國的立場都是這樣 特朗普都說了很多次 一定要有協議 不過協議一定要利好美方才有協議的 否則就寧願沒有協議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等著 就是接下來 今個週末或者下週初 美方會不會回應 就是派代表去中國 去北京 就再談 如果是的話就視為一個好消息 如果真的不談的話 就是今年就沒有協議的話 市場就會淡一點 好了 那恆子都怎樣呢 仍然都是箭咀所指的位置 兩萬六千區 就是這個上升通道底 如果守住的話 基本上都是一個 過去三個月都是一條上上下落落的 一條小型的上升通道的形態 但是如果跌穿了就沒有樣子 跌穿了就短線轉紅燈 否則的話現在全部 短線中線都是黃燈 就是沒有方向 在這裡打橫閒這樣 好了 那除了港股的形勢 就是說稍稍偏淡一點之外 現在美股的形勢 都是有少少可能要調整 因為見到中美貿談上高 就是有些卡住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走勢上高 連續第三日回吐 雖然跌就不多 那這個就想跌跌跌穿的 就是這個上升洩營的底部 萬一跌穿 那昨天說 如果收在27,600之下 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收在這個11月11日低位 27,517 你當它27,500之下 就更加要小心 看著是否會下降 如果不下降的話 仍然都是在高位那裏 橫行真詞 如果萬一下降的時候 短線要轉做紅燈 要小心 如果你不試27,600 就一定要用這個位置 27,517 你當它27,500 跌穿收於旗下 美股都會短線要轉紅燈 現在另外一個參考的指標 就是人民幣 如果人民幣跌穿7.05 即跌穿7.05 美元跌穿7.05 那也是偏遠的走勢 如果不能上去 反而人民幣會升 例如這條上升軌 美元的上升軌 人民幣的下跌軌 如果美元跌穿這條上升軌 人民幣的上升軌 特別是升穿7.05 那便視為一個好消息 就利好了 有利港股反彈 好 大市的形勢分析完之後 回到今天主要的題目 即是新經濟股 再度發威 大家知道阿里巴巴下星期二日上市 26日 現在大家都萬眾期待 覺得它都應該有些表現 雖然它其實在美國已經上市 要買多在美國買 不過 內地的投資者 香港部份的社會 都很少會說隔山馬牛 現在可以通過香港市場買到 都是一件好事 在它上市之前 有幾天升經濟股 剛剛走勢又好一點 好像今天港股升128點 騰訊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今天升1.27% 你看得到在低位那裏 有些反彈上來 不排除乘著阿里巴巴上市 騰訊有機會衝上去340 或以上 如果衝得穿340 那不是一個短線轉好的走勢 因為近來你見到過多月 都在這個340之下 這個牛住的 升得穿340的話 那就短線比較好 中線來說 這裏的351元 9月12日高位 似乎是雙底 形態的頸線 如果升得穿351元 可以視為雙底反彈的走勢 到時中線都可能轉好 當然現在甚麼都沒有 都還在低位那裏牛皮爭持 上上落落的 暫時有些好似乎好一點的走勢 看看是否可以 阿里巴巴上市的時候 帶動到騰訊的向好 騰訊就比較升得慢一點 但是其他新經濟股 走勢比它好很多的 例如甚麼呢 昨天 星期四公佈業績的美團點評 昨天都說過它即街 今天曾經衝到上去最高 是升到1803.5元 創了歷史新高 可惜今天有些高開低收 因為事前應該很多人都看好它 現在在高位那裏都在爭持 昨天都跟大家說 這個股是可以買的 如果今天回落的話 其實不要緊 最好去到90元邊買 更加好一點 我估計50天線 應該都有比較大的支持 昨天都說過 90元邊買的時候 你放那個止蝕位 例如放在85元之下 85元之下 這個50天線 都是大概在86、87元的水平 如果放在85元之下止蝕 90元邊買 直播率比較高 我估計可能現在都要消化一下 然後整顧一輪 有機會還是上升 因為業績都比較好的 好了 除了這隻之外 還有粵文 粵文其實走勢 你見到它在8月15日 最低見過22.95元之後 一直呈一條 好像上升通道一樣 好像恆生指數 不過恆生指數就跌了下來 它就比較強一點 現在是大概32元的水平 這些股如果回落30元以下 挨近28元這些水平 純興通道底 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 因為見到它好像走勢都回落了 一來 二來就是市場開始對這些新經濟股 有一個比較好的看法 中安就更厲害了 今天升了10.5% 因為最主要有大行調高了它的目標價 也都看好它的前景 今天這隻股 就以光頭揚足收市 收報26.8元 摩通就是將它的評級 由中性上調到增持 目標價由23元上調到32元 32元就是途中所見的頂位 所以刺激到股價上升 其實新經濟股很多都會被 有機會在過完今年之後 一直都被重估 另外一隻是平安好醫生 就沒有剛才那幾隻走勢那麼強 最主要是因為是昨天 星期四那天 就有個股東也是減持 所以大成交一棍掉下來 現在最主要可能是50元這個水平 其實50元邊的直撥率就比較高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你如果50元買 它之前這個低位就44.1元 你當作44元這樣 止蝕位放在44元之下 那50元這些水平 就是所輸就是可能都是10%左右 就是止蝕 那駁它就是說調整完 消化完之後再上 那這些股都是 你見到它其實升浪以來 就是跟著一級高過一級 萬一如果真的跌穿這一級 止蝕就差不多定在這個前浪底 那如果不跌穿 有機會一直慢慢地上去 好 整體而言 其實我覺得 這間城廷的大市 都在牛皮偏遠的水平 但它又未跌穿 兩萬六千 這個上升通道底部 所以又不能夠在這下子 就宣判它死刑 那資金就在市裏面都輪流炒作 阿里巴巴在下個星期上市 有機會刺激到一眾新經濟股份 就做好一點 那帶動有些 無論在低位也好 一些強勢也好 就可能有一個看頭 有機會向上的 那現在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新經濟板塊的股份 今天分析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